9月19日,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长沙开幕,作为我国语宝语言保护工程的推广大使,韩克发表了主题演讲。 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募资查处克,办法感谢荣誉证书,以感激他在语言保护中所做的贡献,厉害了我的韩克。 众所周知,光含精通多种方言,用方言和嘉宾,或者被防者套进户,是他在节目中常干的一件。 也正因如此,韩克获聘为我国语宝工程的推广大使,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语言地图项目系列活动的推广大使。 被问到方言,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? 韩克用了浪漫一次来形容,是我说,你懂,他不明白的浪漫情况。 汪涵表示不希望别人对他的印象,就是一个知名节目主持人,而期望能为中国文化做一点点事情。 所以他选择了最感兴趣的语言。 在40岁生日时,韩克更定下了一个小目标,就是致力于语言资源保护这项工作。 韩克还幽默透露,他向老婆杨乐乐无息贷款了500万元,投入到语言工作中,计划用5年到10年的时间,对湖南57个点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,用生乡方式保存方言资料,进行数据库整理后,武昌军先给湖南上博物馆, 并作为博物馆永久的人文文史料保存起来。 更让人佩服的是,韩克认为自己是语言学的门外汉,因此亲自到北京语言大学预报中心,学习了音韵学、方言学与演调查等系统课程。 韩克透露自己设想的场景是,等到100年,甚至500年之后,还能聆听到500年前些人的声音。 他动情的说,哪怕500年之后,有一个年轻人,听到他的祖先说出家乡话,他能感动到流下一滴眼泪。 我为了这个,也要做下去。 这些年来,汪韩也坚持用方言做节目,譬如《热测》《热开心》《多彩中国话》等。 2016年,他跟何翠永元、陈瑜等,一起在广东盛发期举办了中国第一个方言夜影节。 最后韩克呼吁所有年轻人在工作之余,特别是在和家人沟通的时候,大胆的去说家乡话,普通话能够让你走得更远,但方言则让你记住你从哪里出发。